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这个小胖子名叫鲍勃 正伴随着音乐在领域下扭动着肥瘦的身躯 几个经常霸凌别人的男同学聚集在附近 一边对小胖子恶与重伤 一边商量着怎么欺负他 恰好此时 体育馆正在举行全国最佳高中生的颁奖仪式 获奖者是被誉为金色喷气机的加尔文同学 此人凭借强大的运动天赋与优异的学习成绩 获得了全校师生的认课 然而 就在加尔文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身后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 几个男同学架着一丝不挂的鲍勃冲了进来 利用他身上的沐浴液将鲍勃直接扔出去 滑到了体育馆中间展示 瞬间便吸引了所有官吏同学的注意 刹那间巨大的嘲笑声袭来 几乎所有人都在奚落眼前的小胖子 鲍勃站在体育馆中间 怯懦地望向四周 眼神当中充满了惊恐与无助 这时 善良的加尔文兼鲍勃需要帮助 赶紧脱去外套 替鲍勃遮羞 回过神来的鲍勃低声向加尔文道谢 随后拿着外套 灰溜溜地从后门逃走 自那之后 鲍勃再也没有回过学校 甚至连结业考试和毕业典礼也没有参加 加尔文则作为最有前途的学生 顺利从中央高中毕业 期待着度过一段意义非凡的人生 如今 二十年过去了 加尔文成为了一名毫不起眼的小小会计师 眼看着昔日那些投机取巧的同学 个个混得风生水气 强烈的反差令加尔文感到非常自卑 下逢此时 中央高中要举办一场毕业生聚会 聚会上将评选出最闪亮的返校之星 加尔文的妻子麦吉将与他一起参加 但加尔文碍于面子 拒绝了麦吉的提议 当天下午 失魂落魄的加尔文回到公司 心灰意冷地翻看着自己的社交账号 突然一个名为鲍博斯通的人 加了他的好友 并邀请他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 对于鲍博斯通 加尔文有些印象 他记得此人就是二十年前 被全裸者丢进体育馆的男孩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鲍博竟会主动联系自己 出于好奇 加尔文接受了鲍博的邀请 到了晚上 加尔文按照约定来到一间小餐馆 不想 见到的却是一个身高六尺的鸡肉猛男 加尔文站在他面前 倒是显得迷你了不少 二十年的时间 鲍博的改变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加尔文对这个箭坛的男人充满了惊喜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最终决定找些烈酒来助兴 在鲍博去取酒的过程中 一个强壮的男人拿走了鲍博的凳子 加尔文告诉对方 这个凳子有人在做 对方见加尔文身材矮笑 直接出演讥讽 警告加尔文不要多管闲事 关键时刻 鲍博杀了回来 要求该男子给加尔文道歉 男子的同党见状纷纷聚拢过来 同时露出了腰间的手枪 威胁鲍博 见对方仗势欺人 鲍博也动了火气 他拉开架驶突然出手 几个回合下来 四名敌人皆被他轻松放倒 事后 鲍博和加尔文离开餐馆 并在鲍博的强烈要求下 一起来到了中央高中 两个人的第一次交集 就是在20年前的体育馆 如今故地重游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于鲍博来说 20年前的悲剧就像梦魇 他只能控制自己不去回想 进而逃避现实 同样的 加尔文的心情也不是很好 他始终活在自己过去的光辉之下 现实的生活却过得如此不堪 对如今的人生也是极度不满 两个悲情的男人在过去的回忆中逐渐共情 虽然他们只重逢了半天时间 却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 就这样 两个人在学校走走逛逛 一直到了深夜才离开 鲍博起着摩托送加尔文回家 临行前 加尔文告诉鲍博 无论今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他都随叫随到 原本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话 但鲍博此时的确有事相求 他顺势将自己的难处说了出来 称自己的账户最近出了点问题 希望加尔文能帮忙看看 由于刚刚才收获了这段友谊 加尔文对鲍博的印象非常好 他想都没想 便将鲍博请进了家门 随后取出电脑 开始帮助鲍博整理他的私人账户 通过鲍博提供的账号密码 加尔文进入了一个国际会计资料站 这里的资金流向十分博杂 甚至还有一个价值亿万的商品正在拍卖 出于好奇 加尔文点进了拍卖地址 准备看看交易的商品是什么 不料鲍博突然打翻了酒杯 导致手提电脑进水出现了短路 经此一事 整理账户的事情只能暂告一段落 鲍博请求加尔文收留自己过夜 加尔文略做思索 便同意了鲍博的请求 鲍博也毫不客气 换上了加尔文可爱的睡衣 与他共度一晚 此日一早 加尔文赶去公司工作 到了中午才返回家中 他本以为鲍博会自行离开 没想到这个壮汉非但没走 还将自家的客厅搅得一塌糊涂 正在这时 玄关处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加尔文只得先去应门 来者自称是中情局的特工帕梅拉 此次前来是为了寻找叛逃的特工鲍博 看到照片上的鲍博 加尔文称 此人正在自家的沙发上睡午觉 帕梅拉等人闻言 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 鹤枪使弹地冲进去 准备将鲍博接纳归案 没有想到鲍博早已逃离了现场 甚至连杂乱的客厅也被收拾得井井右条 帕梅拉见状 立刻派遣手下四处搜寻 同时为加尔文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上一次任务中 鲍博杀死了合作六年的搭档菲尔 并盗走了国家卫星密码 准备对外出售 帕梅拉称鲍博之所以找上加尔文 是为了让加尔文帮忙查询交易进度 因为这样 他就可以避开警方的事业 为了尽快将鲍博接纳归案 帕梅拉希望加尔文能够配合自己 利用鲍博对他的信任 帮忙逮捕鲍博 加尔文得志后也另摇头 他可不想被卷入这场巨大的麻烦之中 然而 加尔文的反抗没有任何作用 他很快就作为诱饵 被带到了公司 帕梅拉监听了加尔文所有的社交方式 没过多久 便监听到鲍博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 鲍博称自己惹了大麻烦 希望加尔文能到楼下的楼梯间 与自己谈谈 帕梅拉得到消息后 带着所有人冲到楼下 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鲍博的掉虎离山之计 他早就躲在了加尔文的办公室中 等候时机 在房间中只剩下加尔文艺人 鲍博继续嬉皮笑脸的 请求加尔文帮忙 顺便还莫名其妙地 将他的领带解下挂起来 引燃 可现在的加尔文 一心想要回归平凡的日常生活 并不想介入中情局 与鲍博的警匪游戏当中 为了与危险的鲍博保持距离 加尔文快速冲出办公室 向中情局求助 鲍博健壮 赶紧将加尔文扑倒 挟持他做人质 随即一边战斗 一边裹挟着加尔文撤离 身为前中情局的王牌特工 鲍博的战斗技巧可谓极高 帕梅拉带领着十几名特工 为追堵截 硬是被鲍博钻了空子 算好时间 引燃的领带刚好触发防火装置 在喷洒的大量水雾下 鲍博竟然推着加尔文 从十几层的高楼一跃而下 并顺利落到了门口的 充气大猩猩上 毫发无损 不仅如此 经验老道的鲍博 准备了许多后手 还提前预约了一辆机程车 计程车的车主赶到后 被帕梅拉等人的枪声吓得躲了起来 鲍博则顺势跳上了驾驶座 加尔文为了不被子弹命中 只能屈从 如此一来 加尔文算是彻底上了贼船 想要退出已经太迟了 计程车上 鲍博向加尔文解释了 另一个版本的前因后果 称自己并没有杀死搭档 真正的凶手 是一个被称为大黑欢的家伙 这个人盗走了卫星密码 还把杀死搭档的罪名 嫁祸到了自己头上 鲍博希望加尔文 能帮自己找到交易地点 这样他就能将大黑欢抓获 并洗脱自己的嫌疑 听了鲍博的话 加尔文还是有些疑虑 他不知道鲍博和帕梅拉 谁才是正确的 但为了稳住鲍博 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如今 两个人没有专业设备 也没有前线调查 来自海外的账户 加尔文提议 到银行找一个专业人士查看 这样即便日后真的东窗事发 也能将麻烦 推到那个倒霉的银行官员身上 更巧合的是 该银行官员 曾是20年前霸凌鲍博的罪魁祸首弗雷德 他带领着鲍博来到弗雷德的办公室 成功取得了大黑欢的交易讯息 然而弗雷德依旧还是那个混蛋 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没有半点悔过 当他听说眼前的壮汉 就是20年前的胖鲍博时 立刻阴阳怪气地开始了嘴臭攻击 这些乌言慧语 犹如一根根钢针 直直地插进了鲍博的心中 加尔文还以为鲍博会忍不住动手 没想到 当年的霸凌对鲍博的影响太大 直接让这个猛男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 且随着讥讽不断升级 鲍博的精神也在逐渐崩溃 这一刻的他 再也无法握紧拳头 最终只能灰溜溜地低头逃走 看到如此狼狈的鲍博 加尔文怒火中烧 虽然他无法通过武力为鲍博复仇 但离开前 他在玻璃门上连吐了好几口吐沫 算是通过自己的方式 狠狠地恶心了弗雷德一番 事后 加尔文试图追上鲍博 但鲍博已经先踏一步去了楼下 加尔文留在原地 默默等待下一趟电梯 没想到这个时候 特工帕梅拉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 帕梅拉威胁加尔文 正要拘禁他的妻子麦吉 加尔文为了保护妻子 只能妥协 将二人的位置 透露给了特工帕梅拉 没过多久 大批警察感到 将鲍博和加尔文 带回了中情局的秘密据点 加尔文对出卖鲍博一事 十分愧疚 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 现如今 在审讯室内 特工帕梅拉正在对鲍博言行逼供 加尔文不忍心看到鲍博受苦 所以离开了审讯室 到其他房间暂闭 然而 即便眼睛看不见 那一生生充满痛苦的哀嚎 依旧清晰可闻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加尔文终于下定决心 决定相信鲍博 并协助他洗头冤屈 为了尽快救助鲍博 加尔文不顾自身安危 敲响了审讯室的大门 屋内的特工没想到 加尔文竟然如此大胆 大意之下 被加尔文用椅子敲晕 黄乱中 加尔文捡起地上散落的手枪 顺利控制了余下的二人 他命令其中一人 交出脖子上挂着的钥匙卡 紧接着偷偷潜入帕梅拉和鲍博所在的房间 成功将被困的鲍博救了出来 脱垢后 加尔文想要拉着鲍博离开 但鲍博似乎有些不太情愿 他始终没能走出过去的阴影 再加上 不久前加尔文的背叛 让鲍博暂时失去了继续战斗的信心 为了让这个大块头振作起来 加尔文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初二那年的田径赛场上 加尔文正在与一名对手争夺冠军 临近终点时 加尔文不顾一切地开始加速 以至于用力过猛 导致冲过终点时竟尿失了裤子 自那之后 加尔文就多了一个金色喷气机的绰号 起初他对这个绰号神武痛绝 但随着他不断地努力 金色喷气机也渐渐变成了赞美 通过这件事 加尔文明白 一个人的信念非常重要 他希望鲍博也能走出过去的阴影 用勤奋和努力 来让那些曾经欺负自己的人后悔 听了加尔文的话 鲍博重拾自信 他与加尔文握手言和 重归于好 发誓一定要抓住大黑欢 挽回自己的名誉 可是 由于刚刚磨蹭了很长时间 基地内的其他特工已经聚拢了过来 鲍博和加尔文相互配合 共同进退 最终成功逃出了中情局的秘密据点 通过大黑欢留下的交易讯息 加尔文查出 交易将与今晚在波士顿进行 为了赶时间 二人来到了一处四人机场 由加尔文负责 运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吸引管理员的注意 鲍博趁机偷出了一架小型飞机 飞机上 加尔文对目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猜测特工帕梅拉 极有可能就是大黑欢 这个女人迫切地想将罪名嫁祸给鲍博 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 能接触到密码的人 加尔文将自己的猜想告诉鲍博 但鲍博却不以为意 随便逢迎几句就转移了话题 有了飞机逮捕 二人总算在交易发生前抵达了目标地点 面前是一片空旷的草地 加尔文注意到 不远处有一个地下车库 断定交易一定会在地下车库进行 为了确保安全 鲍博孤身前往地下 留下加尔文在外面把风 没过多久 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出现在附近 车上下来的正式特工帕梅拉 至此加尔文百分百确定 帕梅拉就是鲍博要找的大黑欢 她快步冲到地下 打算向鲍博预警 不想却亲眼目睹了鲍博与买家的交易现场 看到这一幕 加尔文有些发懵 不明白自己的好兄弟到底在干什么 只见鲍博面露冷色举枪射击 直接将加尔文击倒在地 随后鲍博取出一枚芯片 称这里就是对方需要的卫星密码 不想这时 又有一人从侧面走出 赫然就是鲍博那早已死去的搭档菲尔 原来菲尔之前是炸死 他就是鲍博一直在追查的大黑欢 鲍博此举的目的 就是逼迫真正的大黑欢现身 只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菲尔才是整件事情的幕后黑手 这时 面对鹤枪实弹的买家 鲍博和菲尔各执一词 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大黑欢 买家见状 也不想与他们过多废话 他并不在意谁才是真正的大黑欢 只需要把两个密码全部搞到手就好了 所以直接命令手下开火 准备将这两个家伙全部干掉 关键时刻 特工帕梅拉带队杀入 给鲍博迎来了喘息的机会 走廊内的加尔文也在此刻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只有脖子处受了一些轻微擦伤 趁着混乱 加尔文混水摸鱼 将地上的两组密码全部收入囊中 现在的他 不明真相 无法相信任何人 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他只能怀揣着两组密码 拼命地向外跑 没过多久 鲍博和菲尔追了出来 并在大桥上展开对峙 二人都是中情局的高级特工 如今面对加尔文 又各自宣称 对方才是叛国者大黑欢 一番争执过后 菲尔抢先开火 与鲍博站作一团 鲍博凭借体格优势 很快便压制住了菲尔 但加尔文却不知道该相信谁 如此混乱的场景之下 只能闭上眼睛 听天有命 胡乱开了一枪 最终 倒霉的鲍博屁股上挨了一枪 处于劣势的菲尔 顺利完成逆转 一脚踢晕了受伤的鲍博 没有了子弹的加尔文 也够不成什么威胁 菲尔索性露出了本来面目 大方地承认了当时犯下的罪行 并且得意洋洋地讲述着自己的计划 而此时 地上这个猛男其实并没有晕厥 但菲尔将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加尔文身上时 鲍博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 并一把扭断了菲尔的脖子 原来 加尔文之前假装射到鲍博 就是为了让菲尔自报身份 并且录下来 以便洗脱好友的罪名 就这样 好兄弟二人成功揪出了大黑欢 成了本案最大的功臣 帕梅拉专门让中情局的飞机 将二人送到了中央高中 准备参加今晚的同学聚会 离开前 帕梅拉对鲍博和加尔文表达了感谢 并询问加尔文 有没有兴趣改行 加尔文早就厌倦了会计师的工作 如今正有意愿成为一名中情局特工 下方此时 加尔文的妻子麦吉接到消息 从家里赶来了中央高中 她不清楚 这一天丈夫究竟去了哪里 殊不知 加尔文才刚刚与鲍博 一起拯救了国家 随后 一行三人一起走进体育馆 发现这里挤满了昔日的同学 鲍博对眼前这些 曾经嘲笑过他的人感到恐惧 但他还是听从了加尔文的意见 留在了这个让他受尽屈辱的地方 很快 主持人登上颁奖台 宣布今晚的回归之星 是鲍博私通 鲍博在众目睽睽之下 迎着聚光灯缓缓走上临奖台 原来 加尔文在飞机上时 曾利用中情局的设备 黑进了学校网站 并篡改了回归之星的投票结果 今晚 鲍博是整个聚会上最闪耀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向他聚集 可偏偏总有那么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想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这其中 就有银行官员弗雷德一个 他在白天才刚刚羞辱了鲍博一番 这个人渣本以为 鲍博会像白天那样灰溜溜的逃跑 没想到 迎接他的 竟是鲍博那钢体一般的正义之权 只听砰的一声 弗雷德硬生倒地 鲍博从其身上跨了过去 高昂这头 登上属于自己的领降台 开始发表最振奋人心的获奖感言 20年前 在同样的地方 鲍博一丝不挂 像个小丑一样被所有人嘲笑 但今天的他 不同寻常 闪耀无比 因为他有最好的朋友 加尔文在后方支持 这个朋友 教会了鲍博怎么做自己的英雄 怎么过一段无悔的人生 他不一定非要妖产万贯 或者闻名四方 关键是 要不断地克服困难 突破自我 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 说着 鲍博一把撕开衬衫 露出了一身壮瘦的肌肉 紧接着 他又脱掉了裤子 昂首挺胸的 一丝不挂的 站在所有人面前 这就是鲍博思通 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一次回应他的 不再是忍俊不禁的嘲笑 而是如雷鸣般的掌声和尖叫声 影片结束 《乌龙特宫》是一部上映于2016年的喜剧电影 电影中充斥着大量无厘头的搞笑元素 喜欢喜剧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哟 在电影中 巨石强森一改往日温柔正直的形象 转而成为一名表情浮夸 行为怪诞的乌龙特宫 喜欢强森的观众 一时间还都没办法接受这种转变 同时 剧中的一些情节 也透露着不大不小的人生哲理 这些对人生的感悟与反思非常贴近真实 从某种程度上 也能给予人一定的鼓舞与勉励 值得小伙伴们去反复推敲和回味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